香港國安法有境外效力場備管核權 經貿辦官員間諜行動屬合乎香港國安法合法行為 英方泛化國家安全概念 必定車位人亡 勸喻英國懸崖勒馬及早收手 大家好 今天真是精彩過拍戲 拍戲的什麼007、James Bond、特工片 都沒有今天的新聞那麼誇張 英國以國安法起訴三個人 包括一個香港的前警司 也是李家超的同步 朋友來過 認識的 他同時也是香港駐倫敦經貿辦的行政經理 可以是大經理也可以 細經理也可以 有多大這個人就是 經貿辦裡面第三大的人 這集的內容非常豐富 資料極多 所以大家細心觀看 開始之前 提提大家 如果你上了Patreon 美金70或以上的人 你這陣子就記得真的要看信箱 你的信箱就應該是塞不下了 老老實實 除非有些人是可以 整份郵件塞進去的那些 就行 不然你留意有人拍門 正常拍門 郵差拍門 香港人說拍門 很露鑑的嘛 不知道什麼事嘛 有機會是郵差拍門 或者 有封信 叫你去郵局那裡拿 已經有人拿了 你先來 這次是唯一一次 是會這麼重的 你自己上去烏克蘭的網上看 你會知道 這兩本東西 再加上Postcard 其實成本就一點都不便宜 其實只是因為去年 已經預留了一筆的預算出來 打算送禮物 但是 又不適合心碎 送不到 所以呢 去年和今年一次又加起來 送得漂亮一點 送得豪華一點 所以你看到這部香港寄去香港 那份東西 要九十多元運費 大家就知道 好 重 貴 重 貴 重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你想去買的話 你想去烏克蘭的網上就有得買了 想買的話就趁手 因為 限量出售 有些人收到一本東西之後 問我還有沒有多 所以買多幾本送給朋友 老老實實 我真的沒有多 希望大家喜歡這次這份禮物 這份禮物 有甘心無耐勢 告訴你 好了回到正題了 那就講一下 這三個人 上了法庭之後 那個 保釋條件 就是 首先就不能出國 有一個 宵禁令 還有每星期 一次 回去警署報道 哇 那麼寬鬆的條件 如果香港的國安法 如果是香港的話 你想也不要想 一定不給保釋 還說什麼 宵禁 一星期報道一次 是不可能的 香港 這個英國國安法 真的很鬆 老老實實 保釋條件 有沒有可能 是會給你保釋的 香港是 有誰可以保釋得到 35家那群人 即是熬了幾天通宵 才慢慢一個一個 保釋到某部分 所謂的 輕罪出來 那群 就被 認為 應該是 一至三年 差不多的刑期 輕度參與那群人 才可以保釋得到 你想想 其實 英國 國安法 都很輕 但是你不要理他 鄧炳強就說英國的國安法比香港更加辣 我不知道辣在哪 老老實實 說回正題 這三個人的來歷 都非常之特別 英國法庭方面 就沒有說是誰 罪責最大 因為剛剛是首次提堂的 但是照他的 起訴書來看 就是剛剛所說的經貿辦行政經理 就是那個前警司 前香港警司 擔任過水警和交通部的警司 那這個人 就是來歷不小 又是 那麼高級的人員 又是 認識李家超 讀書的時候 一起畢業 嘩 同框的 一起影響畢業 多開心 這個就是澳洲一間大學 在香港的遙距課程 真是 李家超原來真是 有一個大學的 不過是那些 遙距課程 哈哈哈哈 惹不惹 雞生不生寂 我真的不知道 我沒有讀過的 我真的不知道 那麼其實警隊 一直是有這些課程的 有某程度的 跟外國合作關係 跟那些學校 那麼恆久以來都是 譬如說你在警隊那裏想進修 那麼他有些指定的 course 可以讓你讀 或者讓你進修 所以你可以很容易地 由一個偽進畢業的 警報人員 PC仔 然後慢慢讀上去 是可以讀得到上去的 那麼當然你不要跟我 說可以跟那些什麼 港大和中大那些 剛剛畢業 尖指的人比較 沒有的 你會由下面打上去 小小的 PC仔開始崖起 如果你是本身大學畢業 進去 做警察的話 即是一入警隊 就應該是督察級的 不是立即做督察 而是先捱了一年 然後第二年 才讓你考做正式督察 有一點不同的 不過不要理他 現在起訴書 就說 袁崇彪這個 經貿辦行政經理 是一個主謀人 起訴書就說他 似乎運用了他的職能 即是經貿辦的職能 就代表外國的情報機構 收集情報 這個外國的情報機構 就是 香港的情報機構 香港的情報機構不是很多 簡單來說 就是國安處 這位袁崇彪做了什麼呢 就是負責 指揮其他兩名被告 進行這個敵對行動 即是間諜行動 包括搜集情報 監視 欺詐 欺詐是關於什麼呢 起訴書就說他 扮演其他人 去收集其他 異英港人的資訊 即是說你好 我現在是 什麼什麼機構的負責人 有什麼需要幫到你 儘管找我就可以了 之如此類 是國式辦正在 其他人 就好像你現在在香港 經常收到電話 你好 這裡是入境處 那些電話就是類似的 其實這位袁崇彪 如果是疑英港人 示威者那邊 都應該是認識他的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是誰 因為 在經貿辦 示威的時候 都經常出來 應對一些示威者 即是走出來 指手挖腳那些 他就指揮其餘兩名被告 去監視 或者是收集一些 異英港人的資訊 亦都是包括 羅冠聰 劉祖迪 即是攬炒巴 以及 蒙少德 這三個人 即是平心而論 其實各個國家都會用這些 經貿辦 什麼什麼辦公 事務處 甚至乎領事館 進行一些情報收集的工作 但是九成九 都是收集情報 不會有什麼實質行動 即是不會拉人封艇 不會夾人那些 亦都不會說 明張目膽 也好明目張膽 也好 即是不會有什麼行動 因為 你收集情報 其實是很難 有一個很 fractial的 證據證明 到你進行這些東西 對不對 即是所謂的情報 其實是一些無形的東西 除非你 留下錄音 留下閹 又被人看到 原來你在進行這些東西 所以 其實大家 各個國家都是 一眼開一眼閉 就算夠數 不是太過明顯就算了 但是這次 為什麼會拘捕他們呢 就是事源 5月1日 即是早幾天 他們又闖入了一個人的家 即是他們的目標人物 起訴書 就沒有說是誰的 即是究竟是 是遺言港人 還是一些大陸的敏感人士 還是羅冠聰 劉祖迪 以及蒙兆 真是不知道 在5月1日 闖入了這個目標人物的家 同日 倫敦的警察反恐怖 就上門抓人 首先就抓了 受指揮的那兩個人 即是 Peter White 和Matthew 第一天的拘捕 中共抓了八男一女 即是一炮個搞定了 5月2日 才拘捕主謀人 袁松彪 和其餘兩名男子 現在起訴 就是起訴其中三人 其餘的七男一女 已經是獲釋的 按照牌面看 那七男一女 就應該是經貿辦 或者其他 有關係的人 很明顯就 證據不足 或者是 你很難實質地 去做到其他 七男一女 所以放了他們 但是 照計上門拍門 或者上門 造世界的那幾個 就應該是可能 包括 另外那兩名被告 即是Peter White 和Matthew Peter White 和Matthew的 間諜活動經費 是直接由 香港經貿辦的 銀行帳戶支付 哇 即是 明目張擔到這樣 那這些東西 就肯定不能騙人的 即是白字黑字 就不會誣你 即是 你銀行一定是有這個記錄 才會寫出來的 因為 放得上法庭 不會假的 這些東西 即是正如你入些錢 去馬會賭錢 那不能誣的 你不可以說 憑控制造出來的 那盡有 Peter White 和Matthew 不是經貿辦的人 那如果是 他收經貿辦的錢 其實 很大問題 你究竟員工還是什麼 為什麼他們會給你錢 首先 一查就已經出事了 你是不是當人工 當人工 你有沒有報稅 沒有報稅 那為什麼你會收錢 黑錢 所以這些就 不知道為什麼會這麼聰明 做得這麼明目張膽 明張目膽 首先說Peter White 韋Sir 現在自稱 移英KOL 韋Sir 那我查過這傢伙 就應該是有BC的 即是 不是新例的那些 已經香港人 他以前曾經做過英國海軍 跟著 就做英國的副警 在18年曾經開了一間保安公司 叫做Defi Security D就是Stand for Dragon 即是 五條龍的 保安公司 英國 就有道好的 這些公司查冊 就不用付錢 兼是公開的 起碼不用像蔡六寧那樣 公司前身搞了那麼久 上訴有上訴 最後才得到一個清白 但是 搞到那個 查冊機制 亂了龍 現在都查冊不了 但是英國也盡好的 是可以查冊得到 就是以下的內容 即是你由 出生年月 董事的資料 什麼時候成立 什麼時候取消 全部 都是一覽無遺 那麼這間 Defi Security 就已經是 我們所說的 剔除了註冊 即是純粹有個記錄在那裏 現在沒有商業活動 不運作 其實在18年 他已經弄了一間公司出來 他不是 BNO移民 他應該是BC 他近這幾年 就很流行跟那些 藍絲 移英KOL合作 講一下英國的生活 講一下 賣樓 做一下宣傳 他稱偉的 他自稱自己是偉Sir 是幹探來的 是塑毒幹探 他曾經在希斯路機場 做邊境隊伍人員 他可以接觸得到 來到英國的香港人的資料 這些資料 究竟去了哪裡呢 這些資料很大程度已經去了 經貿辦 袁松彪手上 我查查一下 原來偉Sir 最出名的合作 即是跟KOL合作 最出名的就是 叫創成地產的公司 所謂的香港人 在英國開的地產公司 但是早前 就捲入了一宗很龐大的地產騙案 有一個香港人 不是移民英國的香港人 是一個香港人 英國那裡透過這間 創成地產買了九間的屋 創成地產聲稱租了 給人 但是那個租客就在這間屋裡面 種大麻 如果在香港有層樓 你要交差一項 英國一樣要交 Council Tax 但是創成物業那裡 原來一直都沒有交Council Tax 搞到市政府現在想收回那些樓 那兼且那位府主就說 創成物業 所謂收到一些租金 代收租金 但是原來是給少了 即是給少了 那個業主 業主收不足租金 之後 大家起底 就發現公司 是藍絲開的 兼且那幾個人 即是全民 不知道 全民現在就已經 走了老了 去了杜拜那裡 那個府主 那些人又起了底 又說他是藍絲 不知道真還是假 藍絲光顧藍絲很正常 所謂中國人不騙中國人 就跟大灣區府主一九樣 那回頭 創成地產原來跟韋Sir 即是 其中一名被告 是有合作關係的 互相賣廣告 創成地產更加指明 韋Sir在他那裡 是賣 直入式廣告 形容韋Sir 是 居英港人Peter White 韋Sir 來跟我們分享 英國治安問題 當然 他是警察 問他就最對 創成地產 都知道Peter White是警察 即是他沒有認識一個身份 韋Sir 他經常都說自己是一些 警察 掃毒的 鋼灘 去拆扭量 而且他還穿著制服 自拍 如果是香港的話 就應該要兜的 英國是比較寬鬆的 可能這方面 最後一名被告 Matthew Trickett 他以前也是海軍來的 這麼巧的 不知道 真是這麼巧 他在21年的時候 成立了一間 保安顧問公司 就叫做MTR Consultants MTR不是地鐵 是他的名字的宿舍 這間公司就沒有生意 簡單來說 就是空殼公司 Matthew也是英國入境處的職員 同事也是私家偵探 私家偵探 是很敏感的 查人 起人底 監視人 他應該是一流的 Peter White和Matthew 都是一些可以接觸到 入境港人的資料 的人 現在懷疑這兩人 用自己的職能方面 將這些資料 交給袁重錶 剛剛香港政府 嚴正要求英國 公正處理事件 以及要求英國 提供聲稱事件的 相關資料詳情 那個態度 軟到瘋了 是很 很軟 很不夠戰狼 給人的感覺 好像害怕到賴屎 李家超 你這次真的不要失衛 應該有這麼戰狼 只有這麼戰狼 因為之前美國那邊 都說要取消 經貿辦 又說 經貿辦從事間諜活動 這樣 現在英國直接 開個案 下了charge 告你入面的行政經理 沒理由那麼失衛 現在就一定要硬起來的時候 其實可以用回以前英國佬 罵香港政府那些語句 英國以前就說 香港政府用國安法來攬布攬告 什麼剝奪港人言論自由 現在其實可以照copy英國那些語句 英國政府 利用國安法攬布攬告 犯法國家安全 打壓香港人在英國言論自由 行動自由 這些 硬起來 我一定是支持的 先包住屎屁 提小弟的8月15著想 我這次 先過香港政府 譴責英國政府 你們這幫英國政府的傢伙 濫暴濫告 羅織罪名 經貿辦是隸屬香港政府的 你現在拉經貿辦的人 干預 本港的內政 現在 很明顯 是英國佬的 包回住屎屁業 大家滿意 他大家 不過 tatsächlich 袁先生 真的搶不擺 身為了 中國香港人 為什麼要用 Create Peter White就是一個香港人 但是Matthew就是一個外國人 袁先生為什麼要勾結外國勢力呢? 要找個外國勢力幫你做事 說不通,你這麼多香港人 這麼多中國人在英國 為什麼不找個中國留學生 或者做生意的人呢? 英國很多大陸人的,你知道嗎? 你想小紅書就知道了 找回中國人做事就好了 為什麼要勾結外國勢力呢? 我真的不太明白 首先我支持袁先生的 他所做的事是關乎中國香港的國家安全 而且國安法是有境外效力的 袁先生在外國那裡進行國安的行為 其實是很正常、很合理 袁從彪在英國做的間諜行為 是符合香港法律的 我不明白為什麼英國會拘捕人 而且下次開空殼公司 可不可以不要再開保安公司 什麼保安顧問公司 這些太過明顯了 通常是開什麼公司呢? 是開貿易那些的 如果在歐洲做這些 通常是開貿易公司的 用貿易公司的籃子來做其他 如果保安公司開在美國那裡 這樣就正常了 因為如果在美國的話 Private contractor 會有很多權力 譬如擁有槍的權力 有軍火的權力 是大過普通人的 他們的security clearance 其實是高於其他普通的公司 所以如果是美國做這些的話 開保安公司 保安顧問公司 其實很正常 但英國很明顯 不是一個有槍權的國家 連警察都沒有槍 一般人想要武器 其實很難 如果你要開保安公司這些 其實做不到什麼 現在李嘉誠在英國生意的規模 已經大過很多本土的英國公司 香港政府不妨向李嘉誠入手 那麼多貿易公司 出入口公司 做事都簡單一點 是不是 再不是的 來到英國那裡 再問問Tommy可不可以幫忙 是不是 現在錄金這一秒鐘 大陸的外交部是沒有出聲的 我之前都說過的了 大陸現在外交部 關於香港的問題就不會再說了 整個波就交給香港政府自己做 因為外交部不想再為香港做戰狼 即是做戰狼都好 即是不想做香港問題的戰狼 香港自己做回自己的戰狼 那就算夠了 極其量都是外交部駐港公署說話 那麼這一秒鐘 暫時沒有的 那麼可能錄完音 你們看到這條片的話 可能看到有的了 要戰狼的話 都應該駐港公署去 說到最大聲的 那麼香港政府這麼軟呢 這次我想應該是 即是他想看看阿爺頭先 不夠膽這麼硬先了 應該是 即是香港政府說 什麼公正處理事件 說什麼呢 即是直接跟英國政府說 你濫暴濫告 亂捉我們香港人 干涉我們香港的內政 那就搞定了 要英國政府懸崖立馬 否則撐毀人魔 那就差不多了 有些人在討論經貿辦 究竟有沒有外交豁免權 首先經貿辦在英國 的確是有外交豁免權的 但是不是所有經貿辦的人都有 就好像領事館那樣 不是所有職員都有 是最大的幾個才會有的 那究竟第三把交椅的 原從標有沒有呢 是一個question mark來的 那如果是外國的外交使館呢 其實可以查得到 誰有誰沒有的 那這個是公開的 但是經貿辦就不是一個外交的 正式渠道 也不是一個領事館 那所以呢 我是查不到的 那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之前中國的萬城領事館 不是把一個年輕人進去 拳打腳踢 然後很辛苦才扯出來的 那其實那幾條人 應該是有外交豁免權的 不過呢 在英國政府想抓人之前 即是有action之前 那幾條人就飛了回去中國的 那其實外交豁免權 就不是第一秒鐘可以用得到的 而是出了事了 才到他選擇 行不行使這個外交豁免權的 那上次的外交部事件 中國就是不想有這方面的事情出現 即是不想糊塗 不想難看 那所以在選擇這個 會不會用外交豁免權之前呢 就已經送走了 那而今次的經貿辦 袁重標呢 究竟有沒有外交豁免權呢 其實都是要香港政府出來謊話的 我都回答不了 不過呢 外交豁免權就不是無敵的 之前新加坡駐日的領事館呢 就有人偷拍那些小妹 然後呢 就被日本警察周到 那日本警方就要求新加坡 就不要用那個外交豁免權 要他去警局那裡受審這樣 那搞了幾天之後呢 新加坡呢 就決定呢 就用外交豁免權 送他回到新加坡 那就算夠了 那這次的事件呢 這個新加坡呢 肯定就是醜了 那但是姿態上呢 新加坡政府呢 也是炒了偷拍那些人的 即是很 有個交代啦 即是不要像 哇 新加坡政府 包庇這個偷拍犯喔 那麼瘋的 即是外交層面上呢 都不想捏捏自己的臉 那所以外交豁免權 用不用 或者怎樣用呢 其實是一個外交學問來的 那麼香港政府究竟有沒有外交豁免權呢 有的話 會怎樣用呢 有一個對他們的一個考驗來的 那麼在正式衡生外交豁免權之前呢 那麼袁松彪呢 都是要接受警方的調查 還有要去法庭那裡上課的 除非呢 即是香港這方面呢 正式運用外交豁免權而已 如果不是呢 他們都走不掉的 那麼同時呢 如果真是運用這個外交豁免權的話呢 香港政府呢 即是直接承認了 他在那裡呢 真是有做過的 呵呵呵呵 就是樣子不好看嘛 那好看一下究竟 是不是真的有外交豁免權先 或者要看看香港政府呢 究竟想不想捏爛臉 想不想呢 認了這件事呢 因為呢 這件事如果認了之後呢 其實就會等同承認呢 你的經貿板呢 是用來從事間諜活動的 那就是帶了一條理由 被美國禁了你的經貿板 被英國禁了你的經貿板 被英國禁了你的經貿板 那如果是不用外交豁免權 或者是不能用的話呢 那現在呢 就要正式上庭 被人受審了 如果受審被人定罪了 哇你真是從事這個的間諜活動呢 也是很沒面子的嘛 即是現在是兩難的 這個情況是 所以呢 我明白香港政府呢 為什麼這次的用字呢 是這麼不強硬的 這麼軟 這麼軟 這麼軟自治 希望英國政府呢 公正處理事件這樣 這樣就沒有了 oh that's it 那我無計了 在今年的4月15日 國安日呢 李家超出席活動的時候呢 就說呢 這些間諜會隱藏在不同的行業裏面 以平民身份呢 結婚生仔 另外在1月那時候 李家超有說過了 參加了一個間諜展覽 就說有一個間諜去了一個國家那裏 結婚生仔 超過10年之後呢 就離開了啦 跟著炸毀了一架飛機 相信大家呢 都想像不到的 在這個事件發生之前呢 他說他竟然是一個間諜來的喔 即是他想說呢 那些間諜呢 是你猜都猜不到的 平時呢 就是在那裡生活 即是你看他的樣子 看他的工作都猜不到 他原來是一個間諜來的喔 那麼當然呢 後來呢 所有傳媒都找一下究竟呢 有沒有一個人是炸了一個飛機 之前呢 是在當地上結婚生仔 超過10年的 那大家是找到很久之後 那我也跟大家破綻過一次的 就是最接近的呢 就是北韓一個間諜 但是呢 他背景呢 是跟李家超所說的故事 是完全對不上的 純粹是炸了一個飛機之外 所有資料都是 好像Tommy那個A小妹妹那樣 是所有東西都對不上的 那2022年那時候呢 鄧炳強就寫了一篇文 就叫做 立法保國安 全球皆然 即是各個國家都有國安法的 所以香港有國安法 都很正常的 那些西方邪惡國家呢 一邊抵毀港區國安法 一邊就自己立國安法 自打罪吧 那接著呢 2022年9月那時候 鄧炳強又說 英國的國安法 比香港更加辣 那不知道為什麼呢 現在英國是可以保釋得到的 香港是保釋不到的 那鄧炳強那時候的意思呢 就說呢 香港都有很多間諜 即不是香港間諜 是愛國类香港的間諜 他就說呢 如果天真地以為香港沒有特務 沒有間諜 是自欺欺人 和侮辱香港人的智慧 哈哈哈哈 這個間諜 他沒有說什麼間諜 但是 尚文夏理呢 就意會得到 他講的間諜是 外國人來香港的間諜 但是你今天用回他這個說話呢 如果說 是不是香港沒有出差間間諜 即是經貿辦 如果以為經貿辦沒有特務 沒有間諜 就是自欺欺人 和侮辱香港人的智慧 哈哈 哈哈哈哈 鄧兵強 你在洩漏國家機密啊 原來 原來那時候 我們大家是理解錯了 哈哈 你不是說外國人的間諜 哈哈 而是香港人的間諜 啊 2022年的時候 你已經趕了出口 哈哈 哈哈 哎 笑到肚子很痛啊 他真的這樣說過 如果以為香港是沒有特務 沒有間諜 是自欺欺人 和沒有香港人的智慧 所以必須要就有關問題立法 其實是說23條 不過他上文下就沒有說全部 他只是說有外國人來香港做間諜 但他沒有說香港有沒有派人去外國做間諜 那我嚴正聲明 香港人去外國做間諜 是一個合法的執法行動來的 不是間諜行動 OK 因為國安法是有域外效域的 國安法是有長臂管轄權的 國安法是可以在外國那裏執法的 所以我不明白香港人去外國做監視 做情報收責 那為什麼會是犯法的呢 我真的不明白 應該是合法的 所以我再一次強烈譴責英國政府 同一個月 即是2020年9月 大公文匯旗下的點新聞 講了一篇文就叫做 英國的國安法更加辣 黃人需要再移民 即是英國立國安法了 你們不是很害怕嗎 去了英國那些香港人 要不要走路 要不要回流 這樣 他說其實講起國安法 中國有 香港有 外國都一樣有 黃人現在可以好好地遵守英國的國安法 好好地享受 治安不靈的生活 然後繼續日日在社交媒體那裏出文 騙人騙自己 大叫三聲 英國生活真是好啊 這樣 那2023年7月又說英國的國安法 辣很準 現在已經認證了 辣很準 拉了三個人 然後大公報 在今年的一月寫了一篇 就叫做 一文提清英國國安法有多辣 我們看看他究竟英國國安法究竟有多辣 他就說英國國安法採取大包圍式定罪 大包圍式定罪?我哪裏見過呢? 好像這幾年在世界上某一個地方都見過 他就說任何官方認為損害國家利益的行為 無論是否涉及政治活動 都會可能觸犯英國國安法 警方只要有所謂的合理懷疑 甚至乎可以無需事先獲取法庭授權 就行使搜查權 禁止疑犯離開住所 禁止使用電腦手機 咦咦咦咦咦咦咦 咦咦咦咦咦 trying英國是不是 只要有所謂的合理懷疑 就不用法庭的授權 去行使搜查權力 啊 這裡好像在哪裡看過的 又不是禁止 Montgomery 禁止使用電腦禁止使用手機 這是不是就是說 不可以使用有社交媒體 APP 腰 julia 不可以使用通訊軟體手機 不可以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 发表评论 不可以接受访问 英国就没有说不可以接受访问 但是香港好像有的国安法 不可以接受访问 不可以发表有机会 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 这些好像英国的国安法又没有 究竟大公报 英国国安法有多辣 辣在哪里呢 辣在何处呢 现在英国国安法是可以保释得到的 有多辣呢 我想知道 我帮大公报想定下一条标题了 一文看清英国国安法濫捕濫告 打击言论自由 这些文章一定是很好看的 我首先一定看 这些花生一定吃的 不用想 这几年美国、德国、荷兰 都找了很多秘密中国警察 要求他们是关闭的 某小部分是拘捕人的 但是呢 都没有去到像今次 那么夸张地捉到一个香港现职的经贸办行政经理 原来做国安 基本上是曾经爆门而入去找那些目标人士 即是今次是 太过出火位了 过出火位了 的确是 这次的新闻很早的时候 就已经是整个欧美、英国、香港 甚至乎南韩、日本、台湾 全部都有报道这件新闻 即是很惊天地一鬼神的 其实这次觉得 因为背景是非常之复杂 还有资料性和发生性是十足的 那么法国上两个星期 就派臥底去调查一下中国政府 如何去法国那里追捕那些疑见人士 想夹他们回到中国 那些中国的秘密警察 当然猜不到原来全程都被法国电视台跟了 拍了 那么这次就是没得不认 除非你说那个意见人士是同意、自愿 一起回中国而已 那么这次周到正一正 不是的 你夹他的 对不对 其实中国一直是不否认有这些所谓的 海外警察存在 因为甚至乎现在在大陆那些网站那里 都会见到关于外国的中国警察所 但是他们官方声称的用途 就不是用来夹人走 不是用来监视 不是用来骚扰人家 而是协助中国公民在当地的一些生活 或者行政任务 类似领事馆的东西 不过是由一个中国驻海外派出所的物体 去做这些工作 就算现在你上大陆那些网站 都会见到这些海外警察局的存在 即是他们已经承认了 他们没得不承认 因为自己来宣传 现在中国大陆都整天忙于解话 忙于应付欧美的间谍指控 现在阿爺都很头衡 很多事情要搞 一方面又不可以软 但另一方面又想和美国重拾救好 因为不太行 真的捱不住 习近平说有1000条理由 要把中美关系搞好 其实阿爺都不想这么强眼 这些指控这些案件 少一件得一件 不要添烦添乱 但是在这个关节眼上 搞个经贸办间谍出来 香港这次真是替阿爺添烦添乱 不得了 还要给一些筹码外国 去移动你的经贸办 经贸办之前也说到 毅毅父啊 快没有 现在整个间谍出来 名正完顺 现在要动你了 这次真的要很考验 李家超的处理能力 和外交能力 虽然基本法 就说外交和军事 要交给阿爺处理 香港不会搞的 但是反正香港政府也出了声 出了声明 这方面一定要考验一下 李家超的处理手管 好不好了 无论他是听命令 办事也好 自己拿手机也好 处理得 经贸办不好 这次就真的 可能会搞到全球的经贸办 真的正式倒闭都不定 老老实实 平心而论 你问我 英国佬其实一直都知道 你背后在做什么 不过你没有什么实质行动 出来 没有把柄在手的话 英国佬始终是文明国家 很难移动你的 就是 砌山之族 都不可以砌得那么明显 但是今次5月1日 爆人门 强行进入人家的家 不知道是意见人士 还是欠香港政府钱 我真的不知道 很明显就是 给别人移动 怎么可能呢 5月1日在西约克郡爆门 然后就拘捕了两个 然后第二天 再拘捕了袁重彪 经贸办行政经理 就是很明显 是一早有记录 有关系图的 不动你 只是动不了你住的 这次你折头罗网 就是去爆人家 那 好难不动你 其实你 送了筹码给别人 向外国递刀子 我身为一个 爱国爱党的 中国香港人 我这里就给你一点点招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Netflix的 Baby Rain Deer 就是 你不霸入别人家的那里 你跟踪他 你跟着他尾 天天去他上班那里 谋住他 那都拘捕你不了 你不是有什么实质证据 被人坐得你入 其实警察都不够理你 甚至乎真的坐不入 那跟踪人的颠破 那为什么会坏呢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坏了一条message message就说 我现在去拿刀斩人 就是有些暴力行为 就是没有做过 纯粹说过 那就给了借口 英国警察 动他 现在其实 整个经贸办 间谍事件 是一样的 你做情报收集也好 你跟踪人也好 监视 监听 什么都好 这些呢 其实很难有实质的证据 坐得你入 那你做得这么明目张胆 去爆人 其实 不动你也很难有个交代给上头 对不对 所以呢 下次应该学一下baby ring deer 跟踪他 明目张胆 明张目胆 在他门口 抱着他 天天坐在那里 看着他 他不管你也好 看着他 背着他 去他公司那里 谋着他 寄讯也好 打电话也好 这些是不犯法的嘛 你看男主角收到几千条email 收到电话录音 几千条 去报警 警察都是不送他的 那要去到 真是一个 实质的威胁 暴力行为 趕着他 才能动得到他 可想而知呢 其实 英国老执法 真的很宽松 老实实 你不是有什么 实质的暴力事件 发生呢 他真是 不会动你的 如果要动你的 你不用等这一天 很明显是 你的火位是做多了 真是 好 今天就来到这么多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 下足眼力去看看 后续的发展如何 好 多谢大家的支持 记得上Patreon subscribe YouTube comment like share 我们继续吃花生